图腰节又称为万灯节 是印尼同胞庆祝光明打败黑暗 象征邪不胜正的日子 而这一天印尼同胞举家团圆 一同到庙里祷告 供奉神明 趁着节日假期 一起去了解图腰节的习俗 以及庆祝方式 图腰节的一天 以高油浴仪式开始 印尼同胞这一天会起个大早 用芝麻油提炼的高油洗身体 他们相信高油浴能提升正能量 驱走霉运 迎接好运和健康体魄 洗漱完毕后 印尼同胞就会换上色彩艳丽的新装 邪老大又前往神庙参拜 坐落在仪宝的百年神庙 卡鲁马来西都庙 这座霹雳州最大的新都庙 今天就涌入了两万人 信徒们纷纷点燃油灯 供奉神明 庆祝战胜黑暗 光明重生 除了燃点油灯 甜食和甜点 也是土腰节的重头戏 不管是油炸面糊 裹上糖浆 呈现亮橘色 形似麻花卷的印度糖环 各式甜奶酥球 还是外脆内软的印度甜甜圈 都是土腰节餐桌上 不可或缺的美味 五彩缤纷的甜点 让人赏心悦目 一家人围着餐桌 一口接着一口 寄望生活也能像甜点一样 多彩分成 甜蜜幸福 多彩分成